展望港股後市方面,中國監管當局昨晚將258間非法從事場外配置的平台以及營運機構名單曝光 即使這樣可能會令到A股的短期投機情緒降溫,但就有利於打造一個更健康、更持久的A股牛市 預期港股今日都會保持平穩,恆指將會在250天線附近增持 港股通南響資金星期三的淨流入達到88億元,相當部分的資金集中在騰訊700身上 而另一方面,由於環球疫情升溫,紮經濟再加抗疫股再受追捧 電商龍頭阿里京東昨晚的股價在美國ADR市場分別升了9%和6% 再加上納指的強勢,預期這些互聯網龍頭股都會繼續成為市場的焦點 而明天將會有幾隻大型的IPO上市相關的暗盤交易會在今天下午進行 其中歐康衛視1477是錄得近1900倍的IPO營購,將會成為投資者的焦點 而今日推介就會說回內險股新華保險1336 公司4月和5月份的補費增速是跑贏了上市的同業平均水平 當中5月份的補費收入是按年增長26% 累計首五個月就是增長32% 表現是好過同業,事實上公司去年的新業務價值按年跌了兩成 在這個低基數之下公司相信可以維持較快的增長 另外近期投資市場向好也是有助提升回內險的投資回報 我們給的目標價是38元,只剩價是32.5元,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守規管活動 隸屬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股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只供參考及內部使用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要約或要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該不負責